其實被通報出來的毒品種類 大概就有將近八百種了 天啊!那怎麼抓啊? 對!就會有八百種了 然後就是怎麼抓 這是一個就是 它到底有沒有被列入當成是毒品或管制藥品 是 那如果它被列入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會語法有據說 我們可以抓這個東西 那如果它沒被列入的時候 其實就是你根本連抓它都沒有辦法 然後另外一個是 對於這些新的種類的我們的辨識技術到底是怎麼樣 就是檢驗的技術 或者是就是見識的技術到底是怎麼樣 這是另外一個課題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 除了這些新興毒品以外 就是被我們認定為是毒品的這些東西以外 其實還有非常多的物質 它會產生類似的作用 比如說你在網路上聽過的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神奇香菇啦 神奇香菇 對啊!或者是那個什麼 呃...效器 是是 就是效器 在那個...在...在... 醫學上面是那種就是麻醉劑的那種 潛倒的那個麻醉劑 OK 可是其實效器這個東西在工業... 是 工藝...就是工藝量也可以用 然後在... 通認食品行那也可以用到 那它並沒有被列入 OK 那... 有多少族群是使用這樣子 所謂的沒有被列入管制的 可能會影響精神的物質 是 來...達到它想要達到的那個目的 OK 所以當我們在講說我們在防治的到底是一個... 呃...毒品防治政策 嗯... 還是其實我們是希望... 我們的民眾是可以有一個比較健全的... 呃...身心發展的狀態 或者是社會適應狀態 嗯... 對...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講就是說 欸...今天... 這些毒品的適用朋友... 他今天會有這個毒品的問題 其實絕對不是因為毒品出現在他面前 是... 而是他的生命在發展的歷程當中 嗯... 他想要短暫麻醉自己嗎? 遇到毒品是必然的結果 OK 就是像我們要拿到或者是我們要去找 還不知道哪裡有 對...還不知道哪裡有 對啊 對...可是當我們的生命不是走到這個脈絡 而是另外一個脈絡的時候 其實可能就是隨處可得 哦... 對...所以其實我們在講... 就是我們在社區當中去推展毒品防治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 推動更多的會是在... 就是我們怎麼樣協助社區的民眾、家長 去關心小孩子的成長狀態 他的身心發展狀態 他的未來... 嗯... 的可能性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一起來把這些孩子... 堅信 給它固定 是...是...是... 自然毒品的問題就不會出現在他身邊 對... 我覺得鍾憲剛剛提到一個... 這個問題是一個很有趣哦 叫做... 這個毒品出現在你面前 其實他是命中主堂一定會出現在一面前一面 說實在耶 像楊姐啊... 或者是大家的田中朋友 如果大家的生活作息是正常的 你講究養生 還是在那邊上有在運動 你說平常你要去... 我...我要去找個毒品來吸 還是什麼... 你還找不到管道去買 你上網可能找人家還以為說 你是不是那個... 可能是警察的 對... 對... 人家還不敢提供給你 對不對 所以... 真的耶 我們... 剛剛宗憲你... 你談到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 很有趣的另外一個觀點就是 這些毒品它會出現好像是命中注定的 今天楊姐跟大家來講一個新聞 這是... 在前幾天發生的... 有一位... 十五歲的少女 你看十五歲大概就是國中畢業 國中畢業 而且他就是沒有繼續就學嘛 有位少女 他跟一個網友 女性的網友見面 結果呢 兩個人在這個網友的租屋處呢 吸食混合性的毒品 他是混合性吸食 他有搖頭碗 毒咖啡 還有K燕等等毒品 結果這位十五歲 再過這十五歲 疑似身體無法負擔陷入昏迷 結果這位女性網友發現的時候 哇這個可能他當時也是幫掉了 根本也不知道說這一個小女生 已經整個臉部發黑 都沒有生命機箱 一看一看多久啊 送醫結果不治 結果檢方呢 去匯同法醫相宴 他還要再做一個死因的釐清 所以 所以這個案件 楊潔看起來 他事後還有一個報導 就是說 其實這個十五歲的簡性女孩子呢 不想回家 那同才可能大家都上高中啊 他又不想念書 所以他又繼續在外面 可能打工啊 得不到自我的成就感 所以你看這個遺憾的事情就發生了 對啊 沒錯 所以這個案件也看起來就是說 其實真正原因 好像 這個毒品怎麼會出現 是因為這個女孩子 她可能 對於課業她沒有興趣 媽媽才要做什麼 又不想回家 就 又透過了網路 又認識了網友 就又到網友家裡面 所以就像剛剛宗憲你說的 他的生命脈絡就一直走 走到毒品的面前 對 對不對 對啊 所以 我覺得從這個故事真的是 血淋淋的故事 因為它就真實的出現 就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李佳喜昨天前天才發生的事情 所以讓人家覺得說 唉 怎麼會這樣 其實我們其實很感慨的是 類似的事情其實是 一再發生 在社會當中一再發生 其實沒有被報導出來的 更多 其實是更多的 因為 就是衛福部的那個 那個 就是尿醫塞 那個 毒品的那個 檢驗統計報告裡面 它裡面的案件是 數量是非常非常多 混合在一起 使用的雜七雜八的 各式各樣的物質 混在一起用的那個 比例是非常高的 甚至於那種 法醫的那種研究 就是 法醫的那個 意外死亡的那種案件 就是像這個 這位少女 她也要被解剖 然後去分析 到底是什麼原因致死的 像類似像這樣的案件 其實檢查出來的數量 其實 可能每天都在上演 OK 對啊 所以其實 對我們來講才會說 我們今天如果真的 想要好好的去做一個 就是真的真的 能夠看到毒品的問題 有一些改變的時候 其實我們真的就要 找到那個 核心的那個部分 因為 我們現在如果追著毒品跑的話 就其實嘛 剛剛這位少女 她所使用的毒品的種類 那麼多 就已經那麼多了 她有三樣混合性 你看 你要得到一樣就不容易 她有三樣混合性 她其實現在面臨到的更大的問題是 她拿到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她其實自己都不知道 一定的啊 15歲而已 怎麼會判別 然後這裡面到底是混了什麼東西 你也不知道 因為其實在以前 我們在看那個檢驗報告的時候 然後聽那個相關的政府官員 在告訴我們說 誒 那個 某個那個 藥角去買了 然後她以為她買的是 那個 搖頭丸 OK 結果被查棄之後送去檢驗 是 裡面什麼成分都有 就是沒有搖頭丸 哈哈哈哈 所以連搖頭都被騙了是不是 對對對 那 那我們可以 對 這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狀況 因為 OK 因為物質濫用這件事情 或要濫毒品的使用這件事情 她想要得到的就是一種感覺嘛 是 那當我 就好像我們去買 買個產品 然後這個我吃的 沒了 我就要換 我就要換 OK 可是如果 大家市面上都是同樣這些物質 然後大家都知道你其實這些東西對你已經沒有感覺了 OK 我就一定要發展出另外一個東西 在裡面加了一些東西會讓你有 在混合性 不一樣的 所以混合是必然的 甚至於現在有非常多的朋友 他在試用毒品的時候是 毒品混來混去 然後毒品混酒 甚至於在混 咖啡 是 各式各樣你想得到想不到的物質 其實它最近不是還在網路上在流傳 就是某個國家 他們還拿那個 是 用過的衛生棉 然後去煮一煮之後 然後 蛤 就是各式各樣你想得出來你想不出來的東西 都會有 OK 所以 真的很讓人傻眼耶 對啊 沒錯啊 所以你說怎麼去防治 所以 其實校園 我們講說校園 校園的 這個毒品問題到底有多嚴重 其實從 這次 包含 我們的市長 對 高雄市長的這個辯論當中 有 那個韓國瑜他有提到說 這個 毒品吸食者大概在 12.5歲 就是12歲半左右 那 剛剛其實跟宗憲在聊 就是 根據你的調查 甚至還年齡更低的都有出現 對 是 就是 我們自己 因為其實 我覺得這個 這個其實應該也只能算是特例 可是其實 比目前來講就是真的年齡降到 十幾歲 12歲這個並不是一個太誇張的 就 十年前他是特例 可是其實現在這個已經不算是 已經滿普遍看到的 對 滿普遍可以看得到的情形的 那實際上如果真的講特例的時候 其實有年齡是 低到是 小學 三年級的 喔 那其實去探究這樣的個案的情形 你會發現他的家庭的脈絡 其實就一直都有 毒品的相關的問題 就是他爸爸媽媽可能都是吸食毒品的 就是吸食毒品的 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小學三年級才十歲不到 OK 對 那他未來的路會是怎麼樣走 其實大概 就已經在我們可以 可以預知的範圍當中了 可以預知的範圍當中了 對啊 OK 所以其實在校園的毒品 該如何去防治 這個部分真的有很多面向要去處理 所以其實剛剛楊姐在問忠憲說 忠憲你的專業是什麼 其實你是在心理輔導 對 心理 從犯罪防治的部分 所以其實這兩個部分 欸 就是我們毒品的解藥 對不對 就剛好從心理 從犯罪預防的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 剛好是切衷 就是在毒品防治的部分 很重要的一個工作範圍嘛 對不對 其實大概應該是說 就是司法上面會面臨到的問題 以及說在 輔導 或者是在教育 或者是在個人的 身心成長發展的過程當中的 相關的議題 就是 可能就是大概都可以 有一些涉獵 然後可以做一個比較 比較整合性的 對 的觀察這樣子 是 我們也不敢講說 這樣子的就是一個解藥 但是就是 或許我們看到的一個方向說 我們 我們可能這樣子做 才能夠真的 去根絕 可能會衍生的 相關的毒品的內容 那當然在學校裡面 可能會 遇到的狀況 學生 你可能剛觀察 你差不多 很奇怪 上課精神不濟 對 常常都趴著睡覺 對 那跟他對話 他也愛離不離 那平常也不太跟同才互動 大概有這幾種狀況出現的時候 其實他會被列入可能是 是不是有吸食毒品 高風險的 高風險的吸食毒品的問題 可是 其實 以 以一個 那個 輔導預防的這種角度來看 對 其實當這個小孩子在 校園的課堂當中 出現這樣子的情形 是 其實對學校來講 就已經很難處理了 喔 因為就是 老師在上課 結果學生是 精神不濟的 甚至於趴在睡覺 然後甚至於跟人際的互動 會是有問題的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其實以學校的老師來講 他 他能夠介入的空間 其實已經是 已經是很難的了 OK 甚至於可能就是過多 就是 到最後可能變成是 環境 逼的這樣子的一個小孩 離開了 校園 對就是好像我們 因為青少年 就是整個那個發展的歷程 其實從 就是 呃 一直在青少年之前 其實 他的衝動性 其實都還蠻高的 就是我們的那種認知思考 讓我們可以有比較長遠的 決策 或者是一個策略性上面的那種安排 可是以青年青少年來講 其實這個部分能力是沒有的 他的情緒 其實就會主導了他的行為 所以當 我就是有狀況 結果老師硬是要來輔導他 他就追著 他就追著讓你跑了 所以學生也不願意被輔導 這是蠻常見的一個情形 特別是當我們是說 欸我 我要來輔導你 你是有狀況的 你是有問題的 我要來輔導你 當我們是在那個年紀的時候 你已經先認為我有我狀況了 你認為我是一個有問題的人呢 那我幹嘛還要 理你 出現在你面前 對啊 這是一個很不舒服的那種感覺 就是我明明知道你討厭我 你不喜歡我 你覺得我是有問題的 然後我還要出現在你面前 接受你的 輔導 他會覺得說你的輔導是一個囉嗦的話嗎 對啊 所以其實在青少年的那種階段 其實反權威這件事情就是 刻在骨子裡的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才會看到就是有那麼多的 就是關於教育的影片 然後類似像春風話語 然後一個都不能少啦 這樣子真的 貼近小孩子的這種 是 這種老師或者那種角色才 讓我們覺得很感觸很深 因為我們也都經歷過 OK 那樣子的一個階段嘛 所以我才會比較 我會比較建議就是說 當我們看到這個小孩子在 學習過程當中 已經有一些狀況出現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應該要去協助他 就是因應這個學習上面的問題 是 然後因應他的人際互動的問題 而不是真的等到他 問題很明確了 因為剛剛主持人講到的是說 他其實可能有沒有吸食毒品 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是高風險 可是其實高風險的這樣子的一個個案 在校園環境當中 就已經不是那麼容易處理的了 那我們如果 我們對老師的期待 因為教學就已經很累 還要再去做這些事情 可是我們如果能夠把它推展到更前端 就是他開始我們知道他的家庭可能 結構或功能上面沒有辦法那麼完整 給予這個小孩子支持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夠在校園環境當中 給他更多成長的機會 把它感情好起來 我們發現他有危機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夠多做一些什麼事情 而不是等到他真的有問題了 因為對我們來講就是 他的症狀還很輕微的時候 我們稍微拉拔他一下 他就不一樣了 然後你要等到他問題很嚴重的時候 你要再去輔導他 就是你要花的心力會是很難的 所以中醫不是在講說 上醫治未病不治疑病 就在他症狀還沒有發現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看到症候 然後去協助他處理 預防治療 對然後中等的那個 中的那個醫是治小病 他不治大病 然後最後能夠成名的都是因為治大病 而成名的 可是其實在前段被處理掉的 很多 很多很多 OK 後來時間關於電台插播節 等一下我們回到現場 再跟我們現場 毒品防治基金會的執行長 李宗憲繼續聊 等會馬上回來 請來 世俗都變 人生無常 有的人是為著親情 俗約 身體在煩惱 所有的煩惱 在這裡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要跟你們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飛行門 我們如果要睡前 飛行讓我們自己的完成 在住 做生 我們的心臟會更平靜 免費給你結縁 空氣三三五 數二三三 快樂就是和世界當好朋友 和潮流不斷線 每天開車上網回家 無時無刻都聽到快樂聯播網 是我最快樂的事 快樂聯播網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心知 請搜尋快樂聯播網粉絲頁 或搜尋官方Line快樂聯播網 軟冬遊高雄 今年更有看頭 高雄市觀光局 強力推薦七大網紅 最愛冬季景點遊城 結合三十間 在地特色火鍋業者 國務寶典手冊 現在正熱烈免費索取中 還有十大旅宿飯店優惠 歡迎大家冬季來高雄 好吃 好玩 好有趣 高雄暖呼呼 等你親身來體驗 少年不養生 老了養醫生 男性朋友要選對保健用品 攝虎劍南瓜籽茄紅素 血成暢必定 使用南瓜籽茄紅素 蝦紅素 還有專利的血成萃取物 可可多酚 一次給你所有該有的保養成分 給男人幸福的人生 快上網搜尋快樂愛台灣 過播 0809 092 898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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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 大家好 很重要 很重要 時間是中大十幾點四十三分 你少收聽是 看到電台FM 九七點五 新聞三小安內 在播我是你和朋友楊潔 在我們現場今天邀請到的是 毒品防治基金會的執行長李宗憲 在我們現場跟大家聊 其實剛剛在跟宗憲聊說 校園的毒品問題 那當然如果用比較強制力 公權力的方式進入到校園的時候 也許我覺得這也許是有一定的嚇阻作用 就是讓一些可能他還想要試試看的這些同學 可能他就不敢了 對,沒錯 不敢 就好像以前我們講的就是 比較威權的狀況 他可能 你不能做喔 就是你不能做喔 那有一些孩子可能 可能就避開 這也是一個解決的方法 那另外一個比較軟性的方法 可能是用輔導的方式進入 不過輔導的方式我們知道是 孩子很叛逆 他也不見得願意接受你的輔導 這時候其實他有難為之處 如何取得中間的平衡 有的人也許是被恫嚇的了的 有的人也許是不鳥你的恫嚇的 也是有 所以其實這當中是很難去權衡的齁 來,宗憲,針對你的看法喔 你從心理的角度也好 或者是你從校園的這些孩子 就他們的觀察 他們如此的叛逆 他們到底用什麼方法才能 真的讓他們不要去碰毒品 其實 剛剛主持人講的非常的對 就是說 我們其實這些相關的措施或辦法 他其實一定能夠達到一些成效 因為大部分的小孩 其實他可能面臨到的社會挫折 或者是壓力家庭上面的那些問題 沒有那麼多 他其實人生就註定是平平順順的這樣走下去的 所以當我們用一個教育性的 或者是說認知上面的這種 毒品上面的教育 還有這種管制的方式去防毒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照顧好這些小孩子 不會接受到這些訊息 可是 有問題的這群人 就是你防堵他 其實是沒有辦法產生什麼樣子的作用 就是 我們說說嚴肝或出狗刺 他有需要的時候 他一定會找到出口 找到辦法 對 就是 我覺得就是 其實老祖先在大禹治水 他是用疏導的方式 那他的爸爸滾 他其實 用防堵 用防堵 那我們其實不能講說 防堵是一個錯誤的方式 因為他其實 他會用防堵的方式 其實是真的知道了洪水的可怕 所以他希望保障大家的安全 用防堵的方式 可是其實我們都知道就是 堤防 只要有一個地方有了缺口 就會崩潰 就會整個崩潰了 所以堤防可能可以擋住 大部分的地方是安全的 可是針對一些比較脆弱的地帶 或者是地段 我們可能真的就要幫這些洪水 找到一個出口 對 所以其實我剛剛在講的 那樣子的一個概念 並不是說 我們只能做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而是說 其實我們可以有更多元的方式 來思考 我們到底可以做些什麼 然後特別是對於這些 有潛在發展危機的 就是我們就眼神著看著他的路 就是會走到那邊去的 那我們要不要多做一些什麼 那我們如果不多做一些什麼 他其實問題就會在 就是五年十年甚至更早 像剛剛的那個少女的那個案件 我其實有一份資料是 這個是大概我們從民國87年到104年的 這個兒哨的藥物濫用的問題 是是是 所以其實在民國87年那個時候 其實是安非他命盛行的時候 它的數據是很高的 OK 然後後來我們透過了法規 反毒宣導跟一些尿液篩檢的各式各樣的制度下來之後 其實它處於一個比較平穩的狀態 可是為什麼後來這邊拉起來了 整個標高 標高拉起來了 那有一個部分是 新興毒品東西變多了 而且價格變便宜了 對 這是可能是一個因素 可是其實我們的反毒宣導的政策 我們教導小孩子認識毒品 像毒品說不 以及我們的司法警政的查器的力道 其實並沒有減少 是 並沒有減少的情況之下 這個數據突然為什麼會變高 那其實我們再回過頭去看 這10年來的台灣的社會發展 還有教育體制當中的那種發展 其實我們就可以意識到就是 對很多年輕人來講 社會的發展是讓他沒有辦法看到未來的 或者是 比如在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還會講說 得志體群美 五一軍人發展 可是現在幾乎就好像你只要不會讀書 你就沒有存在學校的價值 對 所以其實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很多 很多年輕人 兒少 他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可能他的爸爸媽媽的社會發展的狀態 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這個壓力 導致爸爸媽媽沒有辦法 給這個小孩子很好的一個照顧 對 所以他的家庭問題就出現了一些狀況 那學校的教育環境底下 沒有辦法讓這些有問題的小孩子 有一個比較好的因應方式 或者是發展的機會 那自然而然 標高的情形就會出現 所以 管 我們其實在這 過去這將近十年的期間當中 其實我們也已經看到了 就是我們的所謂的管制 或者是傳統的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其實 他能夠發揮的功效已經越來越有限了 意思就是說其實有更多危險的小孩子 發展上面有危機的小孩子 其實是越來越多的 那我們現在如果 不如趕快把這個部分的一些措施去建制起來 是 等我們這個問題大到我們沒有辦法處理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來不及了 OK 好 張宗憲你剛剛其實談到就是說 其實在 以前我們在防毒的部分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你說像毒品Say No 或者是整個校園毒品的宣導 一直做到現在 其實完全沒有減少 一直不斷的在做 可是為什麼他的個案會飆高 以前可能 大家比較知道 安非他命海洛因等等的毒品 在以前的時候 算是風行 不過相對上 價格是貴的 那現在的孩子 他們接觸到的毒品 為什麼你看現在的毒品 為什麼那麼濫用 一來是取得比較容易 而且他可能會偽裝成什麼毒咖啡 像楊姐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個案還是好像變梅子片 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個樣子 還有像警方還在桃園 還找到一間廠房 上門去查 結果還發生有什麼彩虹煙 什麼就是這一類的毒品 三級毒品 也非常的氾濫 那再來就像剛剛宗憲你談的 有些東西也許它不是毒品 可是它可能是工業用品 或者是可能是食品添加物 它變成毒品了 因為它可能有振奮人心的作用 所以它不小心被拿來變成說 啊助性的 對 所以這種東西防不勝防啊 所以公 為什麼毒品會濫用成這個樣子 所以代表說 其實人們有抒發情緒的管道 它想要去尋找讓自己可以開心的方法 那它也許它在社會當中 它沒有辦法得到它的成就 它可能短時間想要麻痺自己的時候 它就會找很多方法 對 可是其實 我也必須就是 跟有這樣子問題的朋友 就是講一下就是說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其實或許可以短暫的脫離 這樣子的壓力 可是其實 繼續使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因應這個壓力 最終的結果就是壓力越來越大 因為原本的壓力並沒有改變 然後還多了一個 藥物濫用的相關的議題 它可能產生了司法的問題 或者是讓你的社會發展上面 產生更多的阻礙 還有身體發展 還有身體中樞神經系統的影響的問題 然後甚至於當你有哪一天清醒的 想要做些改變的時候 它對你中樞神經系統的影響 都讓你不得不放棄 因為它 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的那個運作裡面 它 我們之所以是人 是因為我們有認知判斷思考的能力 對對對 可是 毒品這些影響中樞神經的物質 它會讓我們產生一個制約的作用 就是它會出現另外一個迴路 是生理上面的這種很自然而然的反應 就像我們其實每個人都有 就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可能就會想要喝一杯咖啡 或者是吃某一家的牛肉麵 或者是什麼什麼 吃甜點啊 對對對 吃蛋糕啊 對那個其實就是一種烙印 所以當我們遇到一些狀況 或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自然而然就會朝那個方向去做反應 那 毒品這些影響精神的物質其實就是 而且它的烙印其實會更強烈 就是 它帶給你的那種感覺 絕對不是吃一個甜點 能夠解決的 對對對 所以它那個部分反應會很快 然後另外一個是 嗯 當你走了這條路之後 你周遭的所有的生活型態 也會跟著改變 OK 你的交往圈 你的社交圈 你的生活環境 一定會跟著改變 那當你哪一天想要再回來的時候 其實你要因應的問題是很多的 OK 大腦的問題 然後身心發展狀態的問題 然後你周遭的資源的問題 嗯 可能那個機會會很很渺茫 很渺茫 OK 所以剛剛中間你談到的就是說 這個毒品就有點像 我們可能心情不好 聽到朋友 你可能心情不好 有的人會抽煙 對不對 你知道煙影有多難戒 你就知道了 真的很難戒啊 所以毒品多難戒 同樣真的是也很難戒 那當然很像 剛剛中間你說的 很多人會找尋方法 就是你可能會喝咖啡 你可能會吃甜點 你可能會吃炸雞 有沒有有人會吃炸物 就喔 我心情就好多了 毒品同樣的也是取代這一環 而且 它可能誘惑你的 會遠比炸雞跟蛋糕來的更高 要高很多 然後另外一個危機是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方式 它其實對我們中樞神經系統的損害 並不是 是沒有 就幾乎不會 對啊 你吃蛋糕還好吧 對不對 點胖而已 吃蛋糕開心啊 心血管疾病 對對 可是這些毒品特別是新興的合成物質 喔 它對中樞神經系統的損害是非常快速的 嗯哼 就是可能會產生知覺失調的相關的問題 就是其實 呃 臨床上面那種研究對大腦做那個掃描 對 你就會發現健康的大腦是一個很 嗯哼 就是有功能的地方 解釋起來是一個很光滑的 光滑的 可是那個 被損害的 就是吸毒的 包括 酒精 酒精的那個成癮 吸毒的 嗯哼 那照出來就是腦袋 然後頭卡五康 蛤 是真的會一個洞一個洞嗎 是真的一個洞一個洞的 OK 就是整個 因為那個地方的神經系統已經損害了 是 所以它就沒有功能 所以照下去的時候 就是出現一個洞的那種狀態 並不是說真的 OK 而是說 從它的功能上面 反應上面 這個部分的神經已經沒有反應了 所以照片照出來 真的就是 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 像海綿那樣子 乳酪 那個 裡面很多氣泡 海綿寶寶的樣子 對 所以真的就是海綿寶寶 是是 就一個洞一個洞這樣子 對 然後 中速神經系統不會 恢復 不會恢復 你最多只能讓那些 苟延殘喘的神經系統 就是 恢復它的活性 可是死掉的就是 死掉了 死掉了 所以 等你真的想要覺醒的 或者是說 搞不好你也不會覺醒的 因為覺醒的力量也 渺茫 也渺茫了 所以其實我們 近年來看到非常多的社會問題 是跟精神疾病 的暴力攻擊事件是有關的 其實大部分你去追溯它的犯罪史 是 都可以看到藥物這件事情 好OK 來最後一分鐘中線 如果真的想借除的朋友 還是要鼓勵大家 還是有管道對不對 對 每個縣市政府 中央有一個那個 戒毒成功專線 0800770885 0800就請請你幫幫我 不管是借引治療的相關的問題 或者是對藥物濫用的任何的諮詢 你都可以打這通電話 OK 對它不會洩漏你的個人 你就是打一通電話 它不會追到你是什麼樣子 但是你可以藉由這個正向的 就是正確的管道 得到一些相關的資訊 起碼認知正確的 訊息正確的 我們再來做一定的對策 OK 總是你願意踏出那一步 總是你有辦法可以解決 只要你願意走 願意向毒品say no 你願意回到自己的陽光 走一個你喜歡的路這樣子 一定會有辦法的 提醒我們鄉親 提醒我們聽眾朋友 也鼓勵大家 今天非常感謝 毒品防治基金會執行長李宗憲 謝謝宗憲 謝謝 謝謝各位觀眾 感謝聽眾朋友收聽 我們下回見 掰掰